中共连续几天在台海周边区域不断侵扰 国防部发言人 脸书公开我方空军海军的战备对应画面 大陆军舰靠近我国海军广播呵斥 国军强调我们守在前线 不让国家安全受到任何威胁 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 守中线守领海守主权 海军基隆级飞弹驱逐舰跟共军神盾驱逐舰 对峙画面曝光 军事战略专家分析这是国际间常见做法 双方在不开火情况下采取的紧迫丁人战术 那可能就是我们会用船去进行阻挡 那双方这一个在战术上的动作特性是抢船头 也就是说对方他可能会想要船头朝我们的地连区 或者是离海进来 那我们船就横向去截击他 那接着双方可能就会并行 那并行的时候这时候舰长的操作的技术是非常重要 不只两艘军舰对峙 路透社指出持续有大约20艘台湾跟大陆军舰 在海峡中线对峙 甚至大陆有多艘舰艇也在台湾东部海域执行任务 倒是大陆解放军在8月6号发布的 近距离目视台湾海军蓝阳舰花莲和平电场照 台湾事实查额中心认定这是明显变造合成 专家分析照片中不管是解放军或台湾蓝阳舰 人或船的边线放大看解析度高 这跟同一张照片里人跟船本身的解析度差距过大 而且这张照片放大看台湾军舰船手没有弦号 但解放军同时间公布的另一张照 却拍到台湾军舰弦号是935 两者矛盾 专家分析不管是从摄影技巧还是物体的比例来看 这解放军自称抵近台湾海岸线照片 都是假就是合成照 TVBS新闻刘正常红採论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